以西结书第四章 人子啊 你要拿一块砖 摆在你面前 将一座耶路三人城 化在旗上 又围困这城 造台竹垒 安宁攻击 再视为安舍撞锤攻城 又要拿个铁锣 放在你和城的中间 作为铁墙 你要对面攻击这城 使城被困 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 你要向左侧卧 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 担当他们的罪孽 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连数 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 就是390日 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再者 你满了这些日子 还要向右侧卧 担当犹大家的罪孽 我给你定规 侧卧40日 一日顶一年 你要露出绑壁 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 说预言攻击这城 我用绳索捆绑你 使你不能辗转 值得你满了困城的日子 你要取小麦 大麦 豆子 红豆 小米 出麦 装在一个器皿中 用椅为自己作饼 要按你侧卧的390日 吃这饼 你所吃的 要按分两吃 每日20色克勒 按时而吃 你喝水 也要按字子 每日喝 一心六分之一 按时而喝 你吃这饼 像吃大麦饼一样 要用人分在众人眼前烧烤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 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 也必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 我说 哎 主耶和华 我素来未曾被玷污 从幼年到如今 没有吃过致死的 或被野兽撕裂的 那可真的肉 也未曾入我的口 于是 他对我说 看啊 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 你要将你的饼 烤在旗上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我必在耶路撒冷 折断他们的杖 就是断绝他们的粮 他们吃饼 要按分两 忧虑而吃 喝水 也要按字子 金黄而喝 使他们缺粮缺水 彼此金黄 因自己的罪孽消灭 以西结书 第五章 人子啊 你要拿一把快刀 当作剃头刀 用这刀 剃你的头发 和你的胡须 用天平 将须法平分 围困成的日子满了 你要将三分之一 在城中用火浑烧 将三分之一 在城的四围 用刀砍碎 将三分之一 任风吹散 我也要拔刀追赶 你要从其中 取几根包在衣精里 再从这几根中 取些扔在火中焚烧 从里面 必有火出来 烧入以色列全家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就是耶路撒冷 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 列国都在他的四围 他行而违背我的典章 过于列国 干犯我的律力 过于四围的列邦 因为他弃掉我的典章 至于我的律力 他并没有遵行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你们分争过于四围的列国 也不遵行我的律力 不谨守我的典章 并以遵从四围列国的恶规 尚不满意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与你反对 必在列国的眼前 在你中间施行审判 并且 因你一切可真的事 我要在你中间 行我所未成行的 以后 我也不再照着行 在你中间 护卿要吃儿子 儿子要吃护卿 我必向你施行审判 我必将你所剩下的 分散四方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因你用一切可真的物 可厌的事 玷污了我的圣索 故此 我定要使你 人数减少 我也 并不顾喜你 也不可怜你 你的名 三分之一 必遭瘟疫而死 在你中间 必因饥荒消灭 三分之一 必在你四围 倒在刀下 我必将三分之一 分散四方 并要拔刀 追赶他们 我要这样成就 怒中所定的 我向他们发的 愤怒止息了 自己就得着安慰 我在他们身上 成就怒中 所定的那时 他们就知道我 耶和华所说的 是出于热心 并且 我必使你 在四围的列国中 在经过的众人眼前 成了荒凉和羞辱 这样 我必以怒气和愤怒 并列怒的责备 向你施行审判 那时 你就在四围的列国中 成为羞辱 击赤 警戒 惊骇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那时 我要将灭人 使人饥荒的恶剑 就是射去灭人的 射在你们身上 并要加征你们的饥荒 断绝你们 所倚靠的粮食 又要使饥荒 和恶兽到你那里 叫你丧子 瘟疫和流血的事 也必盛行在你那里 我也要使刀剑 临到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 第六章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 以色列的众山 说预言 说 以色列的众山啊 要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大山 小缸 水沟 山谷 如此说 我必使刀剑 临到你们 也必毁灭 你们的秋坛 你们的祭坛 必然荒凉 你们的日向 必被打碎 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 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 我也要将 以色列人的尸首 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 将你们的海骨 抛散在你们 祭坛的市围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诚意要变为荒场 秋坛 必然凄凉 使你们的祭坛 荒会 将你们的偶像打碎 你们的日向被砍倒 你们的工作被毁灭 被杀的人 必倒在你们中间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 我必在列邦中 使你们有剩下 脱离刀剑的人 那脱离刀剑的人 必在所辱到的各国中 纪念我 为他们心中 何等伤破 是因他们起淫心 远离我 眼对偶像行邪淫 他们因行一切可真的恶事 必厌恶自己 他们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说 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 并非空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拍手顿足 说 爱哉 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真的恶事 他们必倒在刀剑 饥荒 瘟疫之下 再远处的 必遭瘟疫而死 再近处的 必倒在刀剑之下 那存留被围困的 必因饥荒而死 我必这样 在他们身上 成就我怒中所定的 他们被杀的人 倒在他们祭坛 事为的偶像中 就是各高杠 各山顶 各清脆树像 各茂密的像树像 乃是他们 献新香的祭生 给一切偶像的地方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伸手攻击他们 使他们的地 从旷野到地 伯拉他 一切住处 极其荒凉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 第七章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 对以色列地如此说 结局到了 结局到了地的市境 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 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 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 照你一切可真的事 刑罚你 我也必不顾惜你 也不可怜你 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 照你中间可真的事 刑罚你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有一灾 独有一灾 看啊 临近了 结局来了 结局来了 向你兴起 看啊 来到了 境内的居民啊 锁定的灾 临到你 时候到了 日子近了 乃是轰嚷 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 我快要将我的愤怒 倾在你身上 向你成就 我路中锁定的 按你的行为 审判你 照你一切可真的事 刑罚你 我也 必不顾惜你 也不可怜你 必按你所行的 报应你 到你中间可真的事 刑罚你 你就知道 击打你的事 我 耶和华 看啊 看啊 日子快到了 锁定的灾 已经花出 账已经开花 骄傲 已经花牙 强暴 兴起 成了 罚恶的帐 以色列人 或是他们的群众 或是他们的财宝 无意存留 他们中间 也没有 得尊荣的 时候到了 日子尽了 买主 不可欢喜 卖主 不可仇烦 因为 列路 已经临到 他们众人身上 卖主 虽然存活 却不能归回 再得所迈的 因为 这意象 关乎 他们众人 谁 都不得 归回 也没有人 在他的罪孽中 坚立自己 他们已经 吹脚 预备 齐全 却无一人出战 因为 我的列路 临到他们众人身上 在外有刀剑 在内有瘟疫 饥荒 在田野的 必遭刀剑而死 在城中的 必有饥荒 瘟疫吞灭他 其中所逃脱的 就必逃脱 个人因自己的罪孽 在山上 发出悲声 好像古中的鸽子哀鸣 手都发软 稀弱如水 要用麻布束腰 被占金所盖 个人脸上羞愧 头上光凸 他们要将银子 抛在街上 金子 看如污秽之物 当耶和华 发怒的日子 他们的金银 不能救他们 不能使心理知足 也不能使 度户饱满 因为 这金银 做了他们罪孽的 拌脚石 论到耶和华 装饰滑美的殿 他建立德威严 他们却在其中 制造可真可厌的偶像 所以这殿 我使他们 看如污秽之物 我必将这殿 交互外邦人为略物 交互地上的恶人为辱物 他们也必亵游这殿 我必转脸 不顾以色列人 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 强盗 也必进去亵渎 要制造锁链 因为 这地变满流血的罪 成意充满强暴的事 所以 我必使列国中 罪恶的人 来占据他们的房屋 我必使强暴人的 骄傲止息 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 毁灭临近了 他们要求平安 却无平安可得 灾害加上灾害 风声接连风声 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 但祭师讲的律法 长老舍的谋略 都必断绝 君要悲哀 长要披七粮为一 国民的手都发战 我必照他们的行为 带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 他们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绝对 肯定